消防人員抵達民宅內 已經燒起熊熊烈火 整個一樓客廳完全被火焰包覆 消防人員灑水灌灸 毫不容易將火勢控制 不過屋內已經燒得一片焦黑 尽管鄰居指正莉莉 懷疑這把火就是屋主自己放的 但他否認 黃信男子被帶回警局了解時 包包裡就放著斧頭 長長鐵管和一瓶米酒 用途為何令人擔心 他早已經是當地頭痛人物 上個月底 才因為不滿素食店不准他在店內喝酒 大半夜的持鐵條砸碎十一面落底窗 上禮拜也才因為酒後 隨機攻擊鄰居把人打得頭破血流 這回黃信男子住家起火 不排除又是幾杯黃湯下毒後的結果 鄰居就擔心還有下一次 如果男子又縱火 這邊是連動透添錯 或是依法不可收拾 傷亡 誰該承擔 記者侯國文賴筆箱 嘉義報導